早上8點51分 最新消息馬上來關心 因為天氣還是濕濕冷冷的 很多人想說 這如果能夠吃些熱食的早餐 那真的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立刻連線給記者顧展龍 為大家報導目前在早餐店的一個最新情況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早上的天氣還是有點陰陰冷冷 北部還是持續下雨當中 那其實很多人早上都會想要來一碗熱呼呼的熱食 來暖暖身 很多人就來到這家蚵仔米耍店 我們來聽一下民眾訪問 冬天天氣蠻冷的 然後這個很熱 整個人比較舒暢這樣子 除了暖胃以外 然後其實它一碗都很大碗 也吃得很飽 好的 其實冷冷的天 來一碗熱呼呼的熱食來暖冷的胃 其實吃起來真的是有比較舒服 那其實今天白天的溫度已經有稍稍的回溫了 像今天早上最低溫在板橋是有12.5度 在新屋是有12.9度 淡水有13度 那其實都比昨天來回溫到1到2度 那今天白天回溫呢 但是下雨的地方 但是回溫還是沒有很明顯 像是中部以北以南地區呢 白天高溫有15到16度 那中部以南沒有下雨的地方呢 尤其是高屏和南部呢 其實高溫有20到23度 氣溫相對來說呢是比較舒適的 不過到了晚間呢 又有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要來報導了 所以北部呢空曠的地區會下探9度 那中部以北的氣溫呢 也會奏降到10度以下 所以是越晚越冷喔 那在後天呢 就是元宵節跟情人節的水氣會變得比較少 那雨勢也會緩和 那其實想放天燈的朋友呢 抓住空檔還是能夠放天燈喔 那其實再提醒觀眾朋友一次 今天的寒流雖然稍稍減弱 回溫1到2度 但是北部和東部呢 是持續有雨的一個狀況 但一直到下周一周二 各地才會轉為多雲 到其那個天氣 氣溫才會明顯的回升 所以這星期啊 要外出的朋友 還是記得攜帶雨具 多穿點衣服以免著涼 這就是記者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把時間盡頭交給棚內 好啊 謝謝展榮連線報導 真的要提醒大家這天氣呢 還是濕濕冷冷的喔 所以呢 出門的話一定要多加